你為何要做的事? Resolve是一間本地的NGO 提供一個平台去培育社區領袖 讓他們可以共同創作一個更多元共融的社會 過去三年,他們舉辦Fellowship Program 讓不同的學員學習人權知識 提升領導才能和溝通技巧 我就是其中一位學員 當初參加這個Fellowship Program 其實都是因為想認識更多 同樣關心社會公義、殘疾人權的朋友 我自己是一個跨性滅女性 我看到自己的群體還有很多權利 在社會上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這裡認識到不同的人 學到不同的技能 讓我去改善這個情況 在這個Fellowship Program裡面 首先就會有八折的工作坊 每一次都會請到不同的嘉賓 去跟你說一下在做Efficacy 或者想做一些社會改變的時候 不同方面的技能和一些心得 每一個Fellows都會有一個Manta 去帶領著我們 用他的經驗去分享給我們聽 怎樣去做到我們想做的社會改變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認識到其他朋友 一起去向著這個社會改變的目標邁進 在這條路上都是可以補償付錢的 我們是怎樣認識的呢 我和Kim就是因為我們是2020年的Fellows 我們就認識了 另外我和Ming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個組織 我們都是跨性時刻的Community 有一次Kim就叫我去農業學堂做Sharing 我就叫我們Community和Ming一起去 我們三人就認識了 農人學堂其實就是我們很想一班農人 可以透過有不同的嘉賓 不同的朋友的分享 去認識多些社會的議題 和認識社會裏面不同的社群 希望他們可以和社會有一種更加深的連結 很難得我們有機會可以聯繫到農人和 和跨性別兩個群體去把我們這個概念 帶給他們知道的 無論是關於歧視或者欺凌 或者是mental health上面會面對的困難 Transgender和農人之間 其實都可能有很多很共鳴的地方 我們都會想可以在你們的經驗那裡學習 如何可以令到香港的跨性別群體 文化上可以更加多姿多彩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關於Resolve的資訊 就記得密切留意我們的IG和Facebook 拜拜 拜拜